大家好 欢迎收看丽玛新闻世界 我是搞物以用 在节目一开始 先带大家来观看丽玛周报 共同回顾与关心上周的重大新闻 在上周新闻世界 要来介绍原住民族地区经营的温泉事业 所面临到无法顺利取得 合法温泉标章的困境 如何找出适合当地的配套措施 还需要中央政府与业者共同来协调 争取温泉合法问题引起族人关心 除了缺少资金 行政过程中缺乏整合的配套措施 申请合法过程困难重重 族人发出不平之谜 这个问题必须回缩到民国92年温泉法立法后 为了要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给予相关单位及业者总共10年的缓冲时间 来办理申请合法温泉标章 到期时间为民国102年7月1日到期 虽然期限截止 但原住民族地区仍有大批温泉业者非法行业 高达7成5 119家 取得合法温泉雕章比率仅为4成5 39家 温泉法已经实施超过10年 但是合法的温泉业者才占了4成5 对于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 所呈现的确定性跟权益安全都呈现比率 相关的业者只要有在经营温泉事项 其实都会不予利益来辅导 那我们也会督促这个地方政府 对这个无法合法的这个业者 一定要来积极地来辅导 对于这个合法上有疑虑的业者 除了辅导之外 我们还加上来依法来采取 希望他们能够就是适度来做一个转业 而温泉业者表示 不是不愿意配合政府的政策措施 而是在申请过程中要花大笔的金钱 族人朋友根本无法负担 也针对相关单位在申请的行政过程中 缺乏整合的配套措施 造成申请迟迟没有通过 是的族人相当不耐 他们各科室各处可能远行没有整合好 造成就是之间的那个共识会有落差 所以造成他今天这温泉会上申请 有很多的困扰 一般原住民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金钱 再去做这种申请的相关事 因为整个流程我发觉 一直到温泉会上乱过一遍的时候 都是要请 虽然园民会提出许多辅导的计划 也协助附络温泉业者取得合法标章办法 但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中央政府企业者能够协调好 兼顾环保与地方发展 找出一套适合原住民族地区的管理方式 318太阳花学运在上周4月10号退出议场 学运领袖林飞凡在当晚宣读的 人民议会意见书里有六大主张 这些内容都是要呼吁政府不要轻视公民的力量 他们会持续监督下去 而族人提出的提案内容 也盼望政府能够纳入协议里 保障原住民的权益 人民议会将意识权交还给属于人民的立法院 318太阳花学运落幕 学运青年于4月10日退出议场 学运领袖林飞凡在当晚宣读人民议会意见书 提出了六大主张 就是希望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公民要实质并扩大参与 资讯要公开扣民 国家安全与人权价值必须优移经济发展 冲击提估要全面确实 不会要有实质审查权 两岸谈判必须坚守国家主权和原则 会与政府不甘心事公民的力量 让他们会持续监督下去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法制化 我们势必要继续的监督 第二 对于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审议 我们也势必得持续关注 第三 对于公民先生会议的推动 我们也不会放弃 我们也想起在协议监督的行政过后 更多愤怒的人民走向结果 我们不会忘记 在3月30号那天 50万人来朝淹没了这个政权 而租人希望在两岸服务协议中 纳入原住民族专章 如果影响原住民族与土地自然支援 一线法跟原住民族基本法 应该先经过原住民族充分事先 自由知情的同意 上就是要符合原族法的精神 符合涂海法的精神 虽然说涂海法目前还被卡在议员里面 没有办法审议通过 所以所有的文化的根基 其实就是我们的土地 提案的很多 对 所以现在我们执政党也比较担心的 就是因为提案多会延迟 或甚至很快热费死 但是因为我们的案还没有提 因为我不预计 不能预计是阿党会怎么处理 但是我们会极力要求 让我们的提案能够进入 新的党版 是用修正动力的方式进入 太阳花学义落幕之后 反文貌的权力运动 也唤醒了监督的力量 值得关注的是 原住民族专章 是否能有族人的期待 耐力协议 欢迎回到立马新闻世界 在上一周4月11号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 来到台湾推广穷人银行 以及社会企业的理念 来自孟加拉的尤努斯教授 40年前在孟加拉的小村庄里 创立了Gramming Bank穷人银行 以无担保小额借贷的模式 希望让穷人更容易借款 帮助穷人脱离贫困 而尤努斯的新思维 迅速获得当地穷人的接受 目前尤努斯已经将成功的经验 推广到全世界40多个国家 这次尤努斯来台湾 除了协助尤努斯基金会筹备 引进穷人银行 建立社会型企业以外 他表示未来尤努斯基金会成立后 他会强烈建议基金会 要以扶持援助民族为首要的要务 用双手拨土种下树苗 谦卑为怀的态度 让人觉得十分温暖 站在总统夫人周美清 与知名舞蹈家林怀明之间的 正是享誉国际的穷人银行家 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 借着大自然理的数目 尤努斯教授生动地 批语什么是贫穷 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告诉他们 让我告诉你们 什么瘟痕是 我说瘟痕是像骨骼 你拿到树桑树 从树桑树的大树 放在树桑树 然后它会长在树桑树 它不长在树桑树 它不长在树桑树 是什么弄乱的树吗 这种树桑树是很高的树桑树 我们放在树桑树 所以什么事 我们不不弄乱它们在树桑树 我们不弄乱它们在树桑树 我们并没有给予它们的空间 我们并没有给予它们的树桑树 所以它变成了树桑树 我们把它放在树桑树 尤努斯解释 不管是穷人或是富人 都像一颗种子 每个人都有 无限茁壮的空间和可能性 但是穷人没有被社会 给予足够的资源 以至于无法茁壮 在今年初的一项报告指出 全球85名富豪所拥有的财富 相当于全球35亿最贫穷民众的财富总和 许多国家的人民正遭受贫富差距之苦 而在勇武斯的国家孟加拉 有31.5%的人口落在贫穷线下 贫穷人口超过4000多万 以购买力评价计算 孟加拉人均GDP为2100美元 只有台湾的二十分之一 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 教授在美国的学校 因为1971年1971年 我认为我回到美国的学校 所以我回到美国的学校 开始教授在美国的学校 所以我认为我回到美国的学校 我认为我回到美国的学校 我认为我回到美国的学校 1976年 尤鲁斯创建了违行贷款的概念 成立了Gaming Bank穷人银行 让贫穷的孟加拉人更容易借贷 造福贫苦的人得以自力更生 而Gaming Bank特别偏重贷款给弱势的女性 由于尤鲁斯的贡献 让他在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然后我看到在城市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看到人们能够很严重 把所有人的赢贷款都给了钱 所以我认为我能够做什么 如果我给那些人赢钱的钱 他们没有必须去赢贷款 所以我认为我给他们赢钱 所以我拿钱从我的包包 然后我开始赢贷款 然后人们爱了 然后它变成了更大 更大 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 bank 叫Gramin Bank 或者Village Bank 然后继续那 然后我继续了 我现在没有知识的钱 但这也没有阻止我 我认为我能够找到自己的方法 然后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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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速冒热到全球40多个国家 我们还一直以为的 现实模式里的经济环境是 wrong的 所以在这期间 钱我变成了我们的主持人 我一直以为 我们只能用给予计划的办法 去解决我们的世界问题 当社会社会 您不想自己的钱 您希望其他人的问题 已经解决我们的问题了 4月11日尤努斯來到台灣 協助台灣尤努斯基金會籌備 希望用社會企業的設計 來解決貧窮的社會問題 幫助台灣貧窮縣以下的人民 以及偏鄉居民 原住民 殘疾人士 單親家庭 隔代教養學童 以及外籍配偶家庭 CAPILISM always builds up a core where it continues to funnel resources into it and let it grow and in the periphery many people are left out and indigenous people traditionally are left out they don't belong to the mainstream so they don't get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can go 所以他們不僅是錢的部分 也不僅是教育、技術、 還有其他問題也不僅是 所以他們是在外面 他們可能是第一人在外面 因為他們是不同的 所以我會說 尤努斯提到原住民族的社會問題 往往來自資本主義 造成權力的核心匯聚資源 這讓核心之外的原住民被邊緣化 導致在經濟、教育、文化、政治上 遭受邊緣化的不平待遇 尤努斯認為這些都是應該被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會說 主義主義是在監獄的成功 他們不擔心失敗 所以他們變得更多失敗 而民主人們變得更多失敗 所以我會說 Capitalism是很不良的 在把他們的藍色 去中心中的中心 他們繼續建立在藍色的藍色 那是為了 因為有很多人的經濟 不过行政院原住民主委委员会 在一年前提出效仿尤努斯创办穷人银行的精神 提供更符合原住民文化背景及生活条件的原住民银行 尤努斯回应表示 Gramming Bank穷人银行的宗旨仍然是以贫穷之前人人平等的概念 并未针对族群做设计 透过我们原住民金库的成立 我们首先可以提高保罗地的活动的流通率 再来经过这个互助金库的成立 我们可以培养同胞的信用概念 而且也可以用比较微型的贷款 让同胞一步一步来脱离贫穷 我们广孝、孟加拉他们穷人银行的精神 所成立的一个属于我们原住民的专属的银行 那在这个银行要成立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取得法源的依据 就是要有立法的通过 之后我们才能够来成立 我们不分辨认同胞的产业人 和平均的产业人 我们全都是产业人 所以我们不问是否你产业人 而是产业人 而是产业人的产业人 越来越是我们的项目 要接触到他们 产业人是产业人 然后其他产业人 所以我们去那里 我们非常注重点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的项目是 是人们离开的 虽然穷人银行具有非常多成功的经验 但尤努斯也不否认 在特殊的背景条件下 难免局限穷人银行的推展 这就是更糟糕了 在印尼亚 人们的族系统 他们是不坏的 但你属于一个族系统 我属于一个低族系统 我属于不义与你 religion说那 我们说 forget it 不坏人们没有义业 所以我们坐在一起 如果你想 这就是唯一方法 所以人们来一方法 而在台灣同樣面臨借貸困難的 原住民族 經濟困境又如何解套 我認為UNIS的窮人銀行在台灣 不太容易成立 它是解決融資借貸 它的融資的額度也不高 但是利息是蠻高的 大概在台灣裡頭 所以要一般商業銀行推廣做借貸 的方法非常之多 我覺得利息也非常低 那儲修之社呢 你社員有權利去借貸 然後你也會分紅給社員 那這個模式 UNIS那邊他們的模式是不一樣的 我們在談論社交商業 社交商業是為了解決問題 然後人們的社交商業 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他們無法出現的情況 所以如果一個建築物 建立一個建築物 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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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我們介紹了具有民族教育特色的達官國校 民族教育的成功需要家長的共同支持 本週我們的學校下級 將從家長的觀點來看這所得來不易的學校 而家長們如何與學校攜手合作 在既有的教育體制中突圍 孕育泰雅族未來教育的夢想 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是從雪山坑開出來的公車 每天早上有將近20位的小學生 搭乘這班公車來到達官國校 其中還包括了兩位跨縣市的小朋友 從苗栗來到台中就讀 他們是熟繞民族幼兒園畢業的學生 有兩位我們熟繞的學生 一個是Dan 一個是Yuma Yuma她也是他們的同學 也是從熟繞過來的 所以我們就跨縣市 我們等於是從苗栗到台中 其實很近 就是我們都在邊境 我們應該是說在她幼稚園大班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她在中班的時候啊 Yuma公坊那邊的幼兒園 捨無繞的民族幼兒園 他們就有來拜訪過我們家長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還在考慮 因為那邊算是剛開始啊 然後大班的時候我們就決定要送到那邊去 因為他們有蒙特碩利的一些教學 跟那個主語老師 所以我覺得這個環境是讓我們小孩子 他在在自己的族群的認同上 很好的一個環境 一個學齡前非常吸收力很強的時候 他可以去多去認識我們大家的文化 跟族羽的部分 搜納民族幼兒園 是Yuma大陸和一群夥伴們 在苗栗縣泰安鄉設立了一所實驗學校 目標是在創造全族羽的環境 讓泰亞族的小朋友 可以從小就經營在母語的學習情境裡 而成立的起因正是因為 Yuma自己也是一位母親 十八 十八 對嘛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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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是什麼 你有沒有辦法站出來說 我就是要這些東西 我就是要我的小孩 學的是我自己的這種民族傳統的東西 所以我是認為說可能家長意識的覺醒 和家長意識的教育參與是非常動作 所以這時候又給那個比丁校長 又一個更大的挑戰 就是等於是說他是一個外來者 但是他必須要跟在地的達高雲部落 我這邊的家長就是達成共識 他們這一項的教育改革 是願意全心全力投入的 願意support的學校的原住民老師 去發展一個具有民族特色的 那個教育實驗的 那通常其實從過去啊 我們再看那個從那個410教育改革 我們這個國家從1995年開始 大力進行的教育改革啊 最後能不能成功 其實是那個家長的參與啊 其實是很重要 如果是說比較不好聽就是實驗田 但是我們是很有信心 然後很有這個意願 現在不做的話 再晚個五年十年 就越來越困難 那個東西那個文化的元素 可能就越來越是已經混合的東西 就是比較純的元素 或者說更古老的智慧我們就挖掘不出來 就流失更快 所以只能就走一步算一步 能夠學到多少我覺得這都很重要 那至少他將來儲存這些能量 他再去找尋一些古老的一些傳統的智慧 或者是要創新我們大家的文化 他會有內涵 要不然再過十年可能 我們的小孩子大概 如果沒有來堅持這一塊的話 那就公平的學生生 一九九四年的四月十日 是台灣民眾第一次上街頭爭取教育改革的遊行 當年上街頭的主力正是學生家長 教師與學生 學生家長主動要求介入教育改革的過程 而回頭來觀看原住民族的教育 或許也需要更多的家長參與和介入 家長的反應就是我們在 我們在開學以前的時候 我們有請一年級的所有的家長 我們來 我們有晚上的時間 然後全部的家 一年級家長全部都有來 然後我們有做說明 然後我們說明我們的規劃是什麼 然後我們的想法是什麼 家長應該看起來是很高興 因為我也沒有問過他們到底想法什麼 其實剛進來的時候 學校開校 那算是家長會的時候 還是校務會 家長會的時候 那時候校長有說 他要推這個民族教育 那我們大部分的家長都有來參加 一年級 那時候我就 我就是很直接就問校方就是說 到底你們要花多少時間 去把這個教材弄出來 那我知道這也不是 只需要才剛開始 所以這個也不是很容易回答 但是我只是要提醒校方就是說 你們有多少的這個堅持要把它完成 我從小也是讀達光國小長大的 對啊 然後本身這裡就是我們熟悉的環境 然後他的朋友啊親朋好友都是在這裡 然後當然是說外面的可能文化刺激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我是覺得說他們在推這個沉浸式的就是族語教學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方案啦 然後我自己也希望說不要讓我們的文化從我這一代就流失了 希望是說我的下一代能夠繼續傳承到我們我們泰雅族的文化 然後也就是藉由就是國小的沉浸式教學 讓他可以讓我們的怎麼講 可以繼續就是認識到我們泰雅族的文化有哪些 然後從那個課程方面啊就是可以學到很多這樣子 Isa是Dan的父親 對於民族教育很有刺激的想法 Dan在進入達光國小就讀前 就是捨無惱民族幼兒園的學生 從捨無惱畢業之後 Isa為了延續族語的進營教學 不惜每天讓Dan跨區從苗栗到達光國小讀書 讀到他也是剛開始的 那個學校也很用心 只是 是實在要很系統的 或者說要把整個達樣的文化的一個精髓 能夠真的放在他們的 學齡前的這個這幾年教育可能不太可能 可能還要再借重他們國小的這個階段 甚至到國中 整個一個完整的一個民族學校 可能不是只有在一年級以前這個階段 所以能夠學多少 就這樣子給他試過去 你們是期望國學分隊 能夠有一年級到六年級 學生進來 他在這六年他可以學到多少 那正規教育裡面 我們可以多少是用所謂的部分 我本來講的 我本來講的 好像在他們是說不愧 那那時候就是他學校帶回來一些班子 帶一些我們達人的哥 老師教的 他們的同學老師 他們教的 這樣一個同學 或是改變的一些 我們學校的一些同學 翻成檔案 那我們就跟他一起學 那我們就跟他一起學 是期待就是說 校方他能夠 像這一批學生 他們 怎麼樣帶他們 那等於是說 在他們身上 邊教然後也邊去修正 說這樣的一套教材 這個民族教育的東西 我們可以在國小弄到什麼地方 那如果將來真的 我們可以到國中高中的話 其實我是滿期待 小孩子可以繼續往這方面學習 那我們的期待想法 我們的民族教育 不是只有說 只有著重在我們傳統的族群的文化的學習 主流社會的這些 現在的現代教育 它也要併重 我們不能說 只會說答案的話 然後不會講英語 那將來他沒有辦法跟世界接軌 那我們都是期待說 小孩子他正規教育 他學到他應該要學的 那除此以外 他在族群認同上 他有足夠的能量 去表達去發揮他 本來祖先留下來的一些智慧 這樣 那再做一些創新 第一個今年剛入學的學生喜浩 太羞又可愛 喜浩的媽媽和Dang的父親一樣 也非常關心孩子的民族教育 藉由家長主動表達介入的態度 再加上學校校長與老師的熱情 民族實驗學校的落實 才有可能真正的在教學現場被實踐 其實我在懷他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學校有在進行族語教學 所以我就本身對族語歌也滿有興趣 所以我在懷他的時候 我就會常常哼一些族語歌啊 就哼給他聽這樣 一直到他生出來 我抱著他也是常常會哼那個族語歌 咬給他聽 所以說可能他常常這樣子耳濡目染 他就對族語的東西就滿有興趣 這個就是我為什麼沒有把孩子帶去外面就讀的原因 我是覺得說 因為他在推這個就是我想要的 因為我就是希望說 我自己 從我這裡流失的部分 我希望說孩子這一代能夠補回來 也可以藉由他來 就是讓我能夠重新認識我們的原住民文化這樣子 自從來達官國小就讀以後 有時候生活上的一些物品啊 他就會我沒有問他 他就自己講 媽媽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他就會告訴我 或者是說他對有一些東西 他可能很好奇說那個應該怎麼唸 他也會就是詢問我說 媽媽你知道這個原住民的話怎麼講嗎 我就會告訴他這樣子 因為可能就是因為有在學校的刺激 所以說他回到家他也會有那些主動 主動就是有那個那一份好奇會主動詢問這樣 因為其實我覺得你要先學會自己的語言啊 你再去學第二就是再去學外語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我覺得說小孩子像他現在就是除了國語以外 還有學習我們的母語嘛 其實他這樣子雙向學習的話 其實他的腦部的那個語文方面的那個靈活度會更好 那其實在學習英文的話啦 比如說外語英文的話 我覺得其實三年級以後再學習 其實這樣子也不會太晚 因為他如果 因為其實我們泰雅族語是用羅馬拼音的方式去拼嘛 其實你如果說在羅馬拼音的方面已經很熟悉的話 其實你在接觸外語的話也會更狼狼上口 最大的差別應該是自己文化的認同感吧 對啊 因為如果說你很少去用我們自己族語的小朋友 他可能走到外面好像都會有一份有沒有 好像會有一份自卑感可是我覺得 在我孩子這一屆我就覺得說 他很就是 以身為原住民而自豪那種感覺 他就是很有自信 很勇敢的就是展現出我就是原住民 我會說原住民的話 我覺得這一點就很棒 我覺得這個就是 曾經是足以教學的最大的差異吧 分別來自不同群系 進行母語程度不同的孩子 其中在達官國小第一次實施民族實驗的班級 會不會有很大的不同呢 授課的老師很認真的以不同的方式 來觀察出其中的差異性 而王亞平副教授認為 這些問題一定會在教學現場發生 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因為他們在那個環境裡面 他們就已經很習慣去聽族語 所以他們在學習族語的過程中 或是在聽老師講族語的時候 他們就很快能夠聽得懂他們在講什麼 然後反而 然後再來就他們學習又少 所以他們的自獨立思考的能力反而比較強 對 那可是原來從那個達官幼兒園進來的小朋友 他們已經很習慣那種自視的幼兒園的主題教學 他們的常規是非常OK的 對 所以進來的時候 他們其實會有一些差異啦 但是慢慢的現在已經 不知道是誰同化誰 其實現在的值都變得差不多 其實在各個國小裡面都有做 在衣上的其中評量都會做一個 那個叫做多元評量 可能包含 可能一般的學校就是注音 可能就是數學 大概是這兩項 那我們學校因為有在做族語 那我們就把族語放進來 我們就把英語也放進來 然後我們就請各個領域的老師 我大概跟他們說你們就要去對照那個 對照那個課綱嘛 他這個階段要符合什麼能力 你就去做一個類似的 那個叫門檻嘛 對 一個門檻 然後讓小朋友去答 如果能夠達到當然就是很OK 因為社武繞他們在進行原住民的 那個民族教育的實驗 所以他們希望社武繞這些的民族的 那個幼兒園畢業之後 他們甚至不習啊 就把小孩子送到那個達官來 那等於是說這一批有通過 曾經是幼兒園的那個 民族特色教育的幼兒園會送到達官 那他馬上會面臨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你苗栗的就是屬於泰雅的特色 跟我達官這邊的泰雅特色 會不會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那這當然我們知道 他是共同的泰雅族 但是通常做教育衝的時候是先抓大象 但是這些細節的問題 我覺得在進行一些本位課程的實施的時候 可能需要對小朋友理解 不然也會引起到在地家長的反彈 他會覺得說這其實是你那個 苗栗那邊的特色 你不可以強加在我達官這邊的打壓 那就有牽涉到部落跟部落之間的協調 跟那個共同性跟差異性的那個 維繫或者是連結 以那個泰雅國小為例 其實泰雅國小裡面 他是從平和 屏東的平和拖育班過來的 那這些平和拖育班的人 進入到泰雅國小的時候 那他們就變成是說 國小的國幼班裡面 就有來自各個不同部落的孩子 那老師在教學裡面 他就會提醒到說 我們現在唱的這首歌 或是我們現在在做的這件事情 或是這個語言 它其實是我們哪一個部落的孩子 哪一個部落所得有的 那在教學現場上 他其實就會有那種 在讓那個互為主體 但是多元尊重的一個教學特質 家長的積極態度 當然對於學校也有極大的鼓勵 一年級的班導師就坦誠 在確認要接下一年級之後 他花了不少時間蒐集資料 想弄清楚其他地方是如何進行民族教育的 而期間又有可能會遭遇到哪些困難 其實當初要做的時候 我就是有在暑假的期間 就慢慢的去看一些 像紐西蘭他們在做毛利語教學的時候 可是因為我認知的毛利教育 可能是真的就是完全在裡面 就沉浸式的教學 可是我覺得在當下 我們台灣這種狀況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我們還有主流的文化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有去想說 如果真的我進來這個班級的話 我要克服第一個就是 我要熟悉另外一個夥伴 對 然後第二個是 我要去克服我的語言 雖然我自己是打壓 可是我真的在主語上面不是這麼 我在講主語的時候不是這麼的流利 而且我知道的智慧也沒有特別多 對 那我怎麼樣去克服 就是一直不斷的問我們的主語老師 我這樣子唸也沒有唸錯 第三個我覺得我需要克服 就是我自己本身的教學的方法 我們不能再像以前一樣 就是這麼一成不變 可能就照著課綱 照著課本 照著教案這樣子做 我必須要跟我的主語老師 跟我的夥伴 甚至是我們所有生活領域裡面的老師 就是我們要有一個我們自己的主題課程 把它創造出來 不過比林校長也坦言 克剛的確是目前所遭遇到的最大困難 如何創造出一套既符合教育部 又能夠在民族教育現場試用 更能滿足家長與孩子需求的克剛 真的讓他很傷腦筋 課綱那個教育部的課綱我們沒有懂 就是把我們維持教育部的課綱 但是我們老師去上的時候 老師上的時候就是由我們主語老師 跟主語老師跟我們原來三三個老師 做協同教學 然後在教學的時候 我們會把課綱轉化成泰雅族的東西 來教我們的小朋友 那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沒有違背教育部的法律 課綱是沒有不動的 但只是我們上課的內容 就是用泰雅式的文化在裡面 我們希望讓小朋友在課程當中 就是在一般的課程裡面 就能夠學習到泰雅的文化 我們就是可能 分成那個初期跟中期跟長期的規劃 那初期就是因為從一年級上來 就是我們就這個部分 我們還可以馬上討論馬上轉換 那可能中程的部分 就是我們可能 我們會利用寒暑假的時間 就是剛剛講的 我們可以試著發展 我們自己的泰雅族 泰雅族的一個課程 那就長期來說就是 我們希望就是能夠把 就現在所有泰雅族的學校 有的一些資料我們全部收集來 然後就是發展 發展成自己我們自己的課綱 可是這個發展那個 至於泰雅的課程 我覺得是比較困難 真的很困難 然後但是我們是 會朝那個方向走 上課之前就是 就是任課的老師 會跟我們的主義老師 會先討論說 這個單元要上什麼 它有單元式 這單元要上什麼東西 然後老師就會講說 在這個課綱裡面 小朋友要學到些什麼東西 那我們主義老師就會 就看完之後 他說覺得 在這個課綱裡面 泰雅族裡面的東西 它可以置換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泰雅族的東西 哪些東西 所以他們先做討論 討論完之後 他們就開始進入那個現場 研發課程是 很辛苦的一個工作 那通常我們在做 校本課程的時候 九年一貫 你看我們從2000年 2001年 就是民國90年 開始去推這個 學校本位課程 那我們有那麼多的 原住民重等學校 真的以原住民特色 去做本位課程的 其實不多 對 所以他怎麼樣在這 已經有這樣的 就是理念 但是沒有人做出一個 實地的 model出來的一個 一個 特別是泰雅族來 因為我們很高興是 那個排灣族的部分 已經有泰雅國小 衝出一個model出來 那如果北利院校長這邊 可以再衝出一個 泰雅族的model出來 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實驗 那就OK了 那泰雅國小的亮點在於說 他裡面的原住民老師 比例很高 所以一般的學校 是遇到的難題是 我有原住民校長 但是我的那個 原住民老師比例不高 所以他又遇到第二個難題 但是泰雅國小 現在是有原住民校長了 而且他原住民老師的那個 比例高 而且裡面可以負責研花課程 有這樣基本素養的主任 又夠了 所以我覺得他基本盤就到位了嘛 無論如何 達官國小的民族教育實驗計畫 已經展開 或許經費尚有困境 或許課綱有待努力 但從民族教育的角度來看 這都是一件值得等待的投資 教育是百年大忌 其派民族教育能在原住民族的各個部落裡 遍地開花 達官國小這個團隊的特色就是要先在台灣 既有的教育體制裡面衝出一間有泰雅民族特色的小學出來 那這個突破性我覺得就很有重要 那至於這些可能差異的部分 只是說我們從民族教育的角度要提醒他去注意 那應該不是目前的主戰場 他應該是把衝出一套具有民族小學特色的那樣的一個校本課程出來 那可以給其他的學校去做一個小小的參考 我覺得是這一次的主要的戰場 其實我們原住民的三百多個重點學校 國中小裡面的校長 其實有蠻多是我們有原住民級身份的 那如果這些原住民校長有更多的比利亞部的話 我覺得我們民族教育會那個非常大的一個開展 就是會遍地開花 今天野球圓丁系列要為您介紹的是陳建榮教練 他過去是花蓮縣光復國小的棒球教練 是球員心目中的鐵血教練 嚴格的訓練方式令球員一生都難以忘記 但也因此訓練出許多的職棒選手 現在的他即管已經不當棒球教練了 但依舊熱心推廣運動 當部落老人家們的錘球教練 我們來一起看陳建榮教練的棒球故事 在藍陸園的範圍裡 今天在藍陸圍裡 跟藍陸圍裡 都在藍陸圍裡 在藍陸圍裡 在藍陸圍裡 提出的選手 也在藍陸圍裡 在藍陸圍裡 在藍陸圍裡 现在种有机的很麻烦 喷那个杀草剂就一喷就解了 不用那么辛苦了 所以这个有机 当然为了它的品质好一点 还是辛苦一点的 慢慢出 因为我是田青出生的 我当老师回来 我就在想 假如我不是因为 所以有那种机会 那如果像以前一样 很多老师根本没有看到 我可能永远没有出头的机会 加棒球这么多年 我觉得如果让小孩子 从事这个棒球运动 可以作为一个生鞋的捷径 我师父应该可以把前夫的精神 交在棒球 能够培养几个算几个 那么因此从那个时候 我很认真的去加棒球 哎呀 既然有的死了 有的还没有 所以如果教练 只是想说 我一线我也没有好好读书 我这样可以打球 如果存在的人关联的话 真是害人家害一辈子 那么因此后来把小孩子带到我家里来 让学生住在我家 白天我练习 晚上学生到我家 由他们的师母来教他功课 我球队只要出去三天 我一定让他们带课本 带他们的这个功课 我们当教练不只是教他技术 我们教他的品德教育 还有功课我们都要兼顾 这我当教人这个 一直就坚持这个原则 就这样子 那我现在就暂时把浪做出来 然后我再钓这个人 那么这一层浪 两层浪 三层浪 就这样子过 那我家棒球一个原则是说 我一定要把他的基础 奠定得非常扎实 所以我教球很严格 甚至于学生 只要看到我都会怕我 我们知道小孩子都是 能拖揽就拖揽 老师不在 后来我自己想 让他们能够自动的练习 也不是那么简单 他们会口识行为 说是是说好 说好 有一天我就刻意地 骑着摩托车上山 而且我戴着望远镜 我在那边观察 这些小孩子的动静 我把它记录下来 在几点几分 谁和谁在说什么 谁和谁在那边玩什么 游戏做什么 我都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我记录下来以后 我就回到球场 我就告诉他们 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刚才有没有 很认证严谐 当然大家一口中说有 我说没有 没有人骗我 我说没有 然后我把我的记录 讲给他们听 他们都是脸色发白 那当然我这个人呢 要罚我就罚得很重 然后当然这个一辈子忘不了了 球棒打屁股那是有的事情 然后几个被打白油 那个之后啊 他们再也不敢这个偷懒 我觉得当教练也要 什么方法都有 只要你会用 可以引导他们 好的教练像伯乐一样 这是一匹好马 我应该要他 应该是这样的人 应该才是好教练 打球这个表现 这个非常特殊的话 我们当然会有一种 已有荣誉的感觉 你可以从我们这个 我们餐厅的布置 我把曹景辉 周思琦 高国威他们的几个 非常特殊的球员的照片 报章的报导 我把章在上 我想我是在分享 他们的荣耀 分享他们的光荣 当然这个就是当教练 最好的一个回馈 想到曹景辉 我除了惋惜还是惋惜 他的机会 是人家的手没有 他真的是 台湾这整个棒球拳手 从以前到现在 算他是最幸运的 交友不慎 而离开了棒球 我除了惋惜还是惋惜 因为要像他这样 这样的人才人再找是非常不容易 那么当时像我找到他 我就真的是感到非常的 这个骄傲的一件事情 因为要找到这样的上司之财 真的不容易 只会你是伯乐 到处去找 伯乐不一定找到好码 我们又小一只人 进场 在交球的这段日子呢 是我很值得还念的一个日子 退休其实是因为我耳朵坏了 我兼任这个运动会的发令员 他们一做 你自己做了十几年 很大的音爆呢 那我也不当了一回事 只不过说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 后来87年的时候呢 忽然在一个瞬间呢 忽然就像那个灌机一样 就是整个声音就听不到 我想说我的只不过是耳朵嘛 我别的眼镜还可以看 嘴巴也可以说 也可以从事别的运动 因此我在部落里面呢 我仍然带领这个部落的老人家 从事吹起运动 拿手杖也可以打 甚至有中锋的 这边还有中锋的一个手 他用单手打也可以 我们上次还有坐轮椅的再打 我在从事吹起运动这段时间呢 我自己感到很快了 因为我带领这个老人家打球 不像以前带领 太像是打球一样要求很应急 我带领是希望他们能够 从事这运动快快地打球 轻轻松松地运动 所以我这几年呢 带领车群运动呢 带领非常快乐 好 好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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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